韩国电影溯源的原型罪犯赵斗顺即将于12月刑满出狱 回到安山市老家 当地民众忍心惶惶 为了消除市民的不安情绪 韩国政府决定在安山市家中3700个摄像头 并在赵斗顺家附近一公里内设置女性安心区域 有机动巡逻队执勤 保护观察人员将对赵斗顺进行24小时一对一监视 此外当地有关部门已向法院申请 禁止赵斗顺饮酒和晚上10点后出门 正在等待裁定结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